那对请你做如来不要再不如了 那你要活在这种真相里面 所以由如来所表现的对众生 那叫慈悲 所以人家问你 请问你是什么宗教 你要说慈悲是我的宗教 绝对平等的智慧是我的宗教 一个佛教徒不能跟其他的宗教对立 那你就不叫佛教徒了 所以各位外面放了那个水 给谁用 任何众生 任何形象 包括走过去的人 让他看到 念一下 见即解脱 现在做烟供 念一下 文即解脱 就很简单 所以各位我讲这个 你好好想 你好好想 不要光拜完 拜完拿着解言品跑了 然后回去继续看电视 照烟员 你今天首八万在戒 今天晚上回去 刚刚讲的不能吃东西 不能看电视 你要保持念佛念法 佛是怎么圆满的 法是空性跟慈悲 念身 身是实践空性慈悲的 念佛念法念神 表现出来 享受安乐 随时清净身心 随时把这个方法告诉别人 这叫念诗 普计贫穷 帮助别人 所以各位 我问各位 解脱要不要等未来 保持空性慈悲 你要不要决定在你自己 往生净土 要不要等死了 不需要 跟我捏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决定往生净土 好不好 那已经往生了 心已经在净土了 很简单 你快乐就可以给别人快乐 你不生气 别人就不会生气 因为这个世界 互相影响了 你这样他就这样 你这样他就这样 好不好 所以我们看到佛 我们就被佛影响 所以各位你要懂得影响别人 从今天开始 你生气我不生气 你骂我我不骂你 你烦恼我帮助你 这样而已 你自私我慈悲 这就是佛教 改变 别人来自于改变自己 为什么 黑暗的地方 要给他什么就不黑暗了 对对对 你开悟了 你干嘛去骂人家黑暗呢 黑暗的地方 你给光明 所以佛法的修行 不离开当下的念头 把念头变为 念一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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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 你记得转念头就好了 好不好 那不要被癌症打垮 不要被离婚打垮 不要被倒载打垮 不要 今天车祸撞下去了 痛一下 你不要被这个痛打垮掉 因为告诉自己 像甘地讲了 念一下 来 姻缘到了 随缘 王阿弘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为这个被打垮 像各位今天 修了一天八关灾戒 回去不小心碰到一件 不高兴的事情 不要输掉它 这个不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来 宵夜帐 众夜 请报 王阿弘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不在于一直想要改变 师父我头痛 我头痛 怎么样不要痛 你就接受它 然后你在王阿弘 它就不痛了 了解吗 你一直头痛一直打它 这个冤亲在主气死了 这个冤亲在主他就希望 我头痛就像你 来我问你一下 你的小baby哭了 你是打它还是给它牛奶 当然是牛奶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 打你 我吃消炎药 你不要给我痛 那你就笨了 你就 我对你好一点 替你去点灯 替你诵经 你就好一点 它就OK了 那它只是提醒你修行 痛苦是提醒你修行 痛苦是让你忏悔 痛苦让你想空性 我怎么会痛苦呢 因为我执着我的身体 执着我的头 我执着我的心脏 我执着我的成功 我执着我的快乐 那痛苦来自于执着 所以各位念一下 面对他 处理他 接受他 放下他 那圣线法师讲的 癌症来了 面对他 处理他 我吃吃素放生 对不对 接受他 念念佛 然后呢 放下吧 重点是心态的修行 而不是癌症 那你就超越了 所以佛法 是让我们超越 所有痛苦的方法 而不是说 硬要主宰他 念一下 诸法无我 如果你这个人很主观 一直想要改变别人 你会很痛苦的 像我在这边 讲这么大声 我没有要改变你 我只是告诉你 你本来拥有的东西 这样就好了 你拥有快乐了 会不会跟人家求呢 你千万不要再跟你老公说 老公你怎么不回来陪我吃饭 我如果是 我说你不会念佛 我让你修行 你守八观灾戒 老公你怎么不跟我睡觉 你守八观灾戒吧 各位 守八观灾戒 功德大 还是跟老公睡觉功德大 你开悟了 各位要学习 念一下 学习放下 所以各位 我再问你 有没有老公 对 有像没有 这样就OK了 不执着 有OK 没有OK 你就放下就没有 有没有儿子 没有 反正满地都是小孩子 因为你执着 你就会痛苦 我出家 我师父就问我这个问题 全天下小孩子那么多 你为什么光想你儿子 我说对 师父 不好意思 有感情吗 你好好念佛 是是是 对不起 不能想儿子 要想孤儿 所以我师父说 你多去帮助那些孤儿 我说我就 我就很认真去帮助孤儿 山里面的孤儿 那时候在恒春 都是原住民 原住民很穷的 爸爸妈妈都不在 就老祖母带一个小孩子 带两个小孩子 我就努力去帮助他们 后来我跟我师父说 师父 我不会想我儿子 他说对 这么简单 慈悲 你就超越痛苦 所以我想各位 多慈悲 如果你现在要讲空性 我讲的那么深 万法平等 要想了半天 我早就睡着了 那你就开始去慈悲吧 平等心的去慈悲 也可以开悟 所以来 慈悲是开悟最快的方法 所以我拜托各位 我把美国交给你们 你们就负责慈悲吧 洒水 供米 隔壁又跑出来 我们隔壁那个 那个菩萨变了一个人 洒水洒米 还在门口挥挥挥 精神有问题 等一下棋子要发给各位 你挥一次等于十亿遍念经 这里面有多少佛像经典咒语 你这样挥就好了 水扫完米扫完 烟点完以后挥一挥 然后就开始 以后你隔壁都 我隔壁那个就是念 你开悟了 你也会讲 我隔壁住一个阿弥陀佛 因为他成天听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隔壁的老外都会念 我们隔壁住阿弥陀佛 因为你天天在阿弥陀佛 你跟老外说 你这一辈子就念 这四个字 你就已经很快乐了 所以我想各位 懂了佛法以后 念一下 来 不要烦恼 烦恼离开了 烦恼是自找的 有没有烦恼 那是你自己找烦恼 我们出家人 没有钱可以过得很快乐 没有爱情可以过得很快乐 没有儿女可以做得很快乐 没有房子可以过得很快乐 什么都没有 因为拥有真理 拥有爱 拥有平等 快不快乐 快乐 要不要出家 可以考虑 我们威胁法是说 缺人缺人 帮忙煮饭 以前是煮给老公吃 现在煮给众生吃 像我是个厨师 什么意思 我每天做烟共 煮饭给众生吃 弄好的味道 加什么饼干 加椰子粉 各位你们超市 都有在卖椰子粉 椰浆 加进去 哇 嗡啊哄不得了啊 偶尔加点奶粉 偶尔加点椰子粉 有点 加个巧克力 巧克力放 饼干放在腌过 哇 巧克力 嗡啊哄 要不要开医院 加一点药粉 嗡啊哄 哇 这个药粉一加 哇 念下来 众生医院 你又会念药师佛 又会念药师咒 你就在门口贴四个字 众生医院 人都该跑进来 什么叫众生 鬼啦 你人不用进来 因为那个点烟共香 加一点药粉 嗡啊哄 嗡啊哄 以后你姓陈 我就叫你陈院长好 不用交钱了 因为你会念药师咒 会点一点烟共香 加药 嗡啊哄 快不快乐 快乐 后来你就会出家了 哎呀 老公你不要回家了 我这个家我来做烟共啊 做开众生医院 天天念心经 念阿弥陀佛啊 以后门口就贴两个字 慈悲惊涩 OK啦 以后就有人跑来跟你一起 那叫信徒 跟你出家叫弟子 然后你就开一间啊 很简单 但是我话要讲回来啊 你快乐才能隔别人快乐 你千万不要烦烦恼恼 因为你自找麻烦 因为我刚刚讲 烦恼是自找的 哎呀 我生病怎么办 哎呀 那个人不听我话怎么办 哎呀 那个怎么办 那是你自找的 因为这个世间 本来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但是我们是安住在珍藏 什么 你讲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我们就了解真相的人 不会有分别的 是诸法空向 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 叫空向 念一下万法皆空 请各位悟空悟空悟到空 不要有分别心 我要健康 我不要癌症 我要有钱 不要穷 我要家庭圆满 不要破碎家庭 那你就很拍名 很痛苦 所以各位 18岁跟81岁 反而81岁好 为什么 快去极乐世界了 你现在18岁 天天约会 找男人 找女人 你太痛苦了 下地狱 你想清楚了 81岁正好修行 18岁更好修行 如果在时间 让各位在18岁 要不要出家 要不要结婚 对了 头脑已经清楚了 现在不要怪别人 是你自找的 是你去跟人家谈恋爱 跟人家生儿子的 你怪老公 怪太太 你开悟了 你干嘛去结婚呢 18岁 正好出家 正好修行 但是无所谓 什么时间 懂什么时间 就开悟 哪怕你剩下三年要活 三年 一天就可以让你 中品中心 极乐世界 三年你就冲到 上上品去了 所以 医生跟你说 某人 你得癌症 可能剩下三个月 好 正好念佛 三个月都守八观才戒 然后医生三个月来看 你怎么还活的 还没念完 然后三个月再看 你怎么还没死 你的医生是谁 我哪里知道 念阿弥陀佛 放下了 癌症就不起来了 起心动念 癌细胞就开始发作了 这样懂吗 癌症细胞 一切都有心 因为你用烦恼心 癌症就越来越严重 对不对 你用清静心 慈悲心 癌细胞就没法做了 简不简单 简单 你每天跟你老公 老婆吵架 就是离婚 你现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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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一心念佛 他不跟你离婚 反而你想跟他离婚 我烦死你了 你赶快离开 我好念佛 帮助别人 这不用跟你打电话 太爽了 所以我出家唯一的快乐是 我终于不用打电话回家了 我出家的时候就把我那一支 很贵的手机交给我太太 在干嘛 你打你不用打给我了 手机在你那边你好好打吧 我不用手机了 你不用找我了 你也快乐 我也快乐 不然我每天 那做坏事都怕他知道 成天在骗他 所以 自由了 自由了 所以我想各位 佛法的智慧重不重要 如果你有这个智慧 天天快乐 所以希望各位 在这边忙了一天 希望各位念下来 找到自己 找到真理 找到真爱 找到佛